大家可以看到這駕駛車非常的寬廣 沒錯 這就是我的午餐 是非常的豪華 哇 這個房間超乎我的想像 哈囉 大家好 我們今天來到台中港 那大家有沒有看到我後面這艘超大艘的船呢 它就是東方風能的東方海威 那東方海威呢 它會開到離岸風店的風機附近 去進行一些相關的作業工程 這艘東方海威2014年由挪威建造 是一艘多功能工程作業船 東方風能2022年斥資40億新台幣買進 東方海威長130米 寬25米 夾板載貨面積1700平方公尺 可以搭載130人 有6具引擎 船隻的總噸位是11803 為了把風機所發的電力 用一串串的電纜送回岸上 海底電纜的部件也是離岸風電 非常重要的一環 所以東方海威未來經過改裝之後 預計將進行離岸風電海底布蘭的作業 好 我們等一下除了會介紹後面這些大型機具 它是做什麼樣的之外 聽說啊 像是船員的房間 還有船內的娛樂設施 甚至還有健身房跟餐廳 都是飯店式的服務 那大家應該都跟我一樣迫不及待 想要看看裡面到底講什麼樣子吧 那趕快跟著我們腳步一探究竟 走吧 好 那我們現在已經來到船上了 那因為現在是午餐的時間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他們的餐廳長什麼樣子 跟我們一起去看吧 走吧 好 大家剛剛可以看到這三盤滿滿的菜 沒錯 這就是我的午餐 是非常的豪華 你看有這個焗烤龍蝦 還有這超大隻的蝦子 生蠔 牛排 豬排什麼的超級豐盛 沒錯 這就是東方海威他們船員 每天會吃這些食物是非常的讚 那 不過大家只能看我吃 所以就先來開動啦 好 那我們現在吃完午餐 來到東方海威的駕駛艙 大家可以看到這駕駛艙非常的寬廣 那我們現在來請東方豐能的 Jenny來跟我們介紹一下這駕駛艙 我們歡迎Jenny 好 Jenny跟大家打個招呼 我是Jenny 東方豐能的財務經理 好 那Jenny來跟我們介紹一下 這駕駛艙的一些基本的設備好了 所以我們東方海威呢 它是一艘DP-3的船 它現在目前我們現在在主駕駛台 主駕駛台有雙向的駕駛部分 這一個部分是屬於主駕駛的部分 然後所以是 forward 往前 船往前開的時候 我們都會在這個主駕駛 使用這個主駕駛的設備 所以像你們可以看到 螢幕上面有非常多的電子設備 然後呢 我們在開船的時候 真正會運用到 有一些就是操作的部分 其實就是這一些儀器 雖然是一艘很大艘的船 但是其實它小小的就是 用這一些儀器就可以很快速的 簡潔的 讓它很快的 move around Jenny 但我有一個比較好奇的點 就是我們以前看到那種船 都是那種木頭的圓形的那種舵 那為什麼我在這個駕駛沒有看到 它那個舵在哪裡啊 所以那個以前木頭大型的那種舵 其實就是比較久遠的船 以現在比較modern的這一些船 它們都是變成這麼小的一個小小的舵 像我們剛剛在訪問的時候 一直聽到這個嗶嗶的聲音 是什麼聲音啊 其實我們的船呢 我們都會利用進港的時間 來做一些維修或者測試 對 那像這次進港 它們大概會停在這裡多久 我們基本上進港的話 就是會安排一天的時間 然後就是做補水啊 補油啊 換船人啊 補食物這些事 對 那這樣通常你們一趟出去 會出去多久啊 我們這種大型工程船的話呢 我們是可以在外海待到 一到兩個月以上 或者更長都可以 就是看食物的補給量 我們是有要求就是業主說 盡量有新鮮的食物 所以就是最少一個月回港一次 對 好 那謝謝Jenny 跟我們介紹這個主駕駛的部分 那我們接下來要看什麼地方呢 我可以帶你們再去後面 第二個駕駛台 那我們現在去第二個駕駛台 好 那大家可以看到 現在後面的背景 跟剛剛是不是不太一樣 我們現在來到 就是Jenny剛有提到這邊的後駕駛 那Jenny想問一下 就是後駕駛是什麼時候 才會來使用這邊的駕駛 所以基本上呢 是在傳他們在有一些 甲板上面有一些設備在工作的時候呢 會運用這個後駕駛台 才能比較快速的直接看到 甲板上面的工具 現在設備是發生什麼事 然後比較好跟甲板上面的 這些設備的工作人員一起做配合 所以我們東方海威呢 這種大型的工程支援船 上面基本上標配的 都是有一個250噸的 大型的crane吊車 它是可以吊任何類似 tranger啊 還是什麼來做這些 電纜的這一些工作 然後呢 它我們現在上面 甲板上面還有加裝一個 叫Safeway的動態補償的旋梯 它就是有點像工程師呢 每天早上可以走路 直接從船走路上工到 連接到那個封廠的那個平台上面 可以開始工作 然後我們現在呢 前面這一個黃色的這個機具呢 是我們現在這艘船上面 本來就有的一個布管的設備 這個布管設備呢 它其實算是布軟管的 就是油氣田部分會使用到的 然後我們預計之後呢 也會有在考慮把這個 轉換成布電纜的一個設備 好 那我們今天剛好可以 非常幸運的訪問到我們船長Dui 好 我叫我 我的名字是德威 Прichard 我們有不同的期望 我們必須擁有這些 我必須說 台灣是一個很美的地方 這是一個很美的地方 人們非常敬虧 非常友善 好 我們謝謝船長來跟我們介紹 他的資歷非常的資深 非常的豐富 OK 那我們接下來來看一下 就是這艘船還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參觀完駕駛艙 我們來到東方海威的制高點 停機坪 不過礙於台灣的法規 直升機目前無法再封場起降 這裡則是放置救生衣的地方 當船隻發生緊急狀況時 船員們就會到這邊集合 而東方海威配有兩艘救生艇 一艘救生艇就可以容納80人 讓船員的安全更有保障 最後我們趕快來開箱 大家最好奇的船員房間 好 那我們現在就來到船員的房間 我們一樣請到Jenny來幫我們介紹一下 他們船員的房間大概長什麼樣子 所以我們一進來呢 我們的船 我們這些房間標配呢 我們都是套房 所以我們都會有一個小客廳 然後有自己的沙發 然後電視 然後工作台 都有 然後呢我們後面還會有一些船啊 然後包括自己的衛浴設備 對 所以大家每一個船員 他們都會有自己的一套衛浴設備 就是小套房 是 那這樣子通常船員們都是一人一間嗎 還是他們會兩人一間上一間之類的 我們這兩艘大型的挪威工程支援船呢 都是挪威建制的 所以他們基本上標配都是單人房 然後還有最多的就是雙人房 這個房間超乎我的想像 我本來以為想說那個船員在船上的房間 可能都會非常的擁擠狹窄 然後可是大家可以看到我們兩個 就是現在站在這邊旁邊的空間其實都還是很大 除了房間相當寬敞 東方海威上還可以打電動、射飛鏢 也有健身房、試聽室 以及台灣人最需要的卡拉OK 這些設施都是為了讓船員在海上工作時 也能有休閒娛樂以及良好的運動習慣 好那今天跟著我們看完了東方海威的開箱之後 想必大家應該對船員的生活有更加的了解 而且看完船上的設施之後 應該大家都跟我一樣 就是對這個船上的設施感到非常的驚豔 跟我們一般想像中的工作船有很大的差別 那如果喜歡我們的節目的話 記得按讚、訂閱、加分享 也要記得開啟小鈴鐺喔 那我們就下次見 掰掰